因为我们家里是基督教 所以他们父母都不做这个性教育 因为牧师就是叫我们婚前不能有新行为 但是实际上我家呢 我爸爸女朋友多到输不清楚 输不清楚 父母又离婚了 所以就每一档就是提到那种问题 因为他们行为是违背宗教嘛 所以他们就害羞不敢说 所以家里有点压抑不敢说这些 那在瑞士的话 那是大朋友会教小朋友 因为就比方说我的故事跟梦多差不多 跟你的也差不多 就是一直在看《纪梦多变》 是这样是这样 我们家我们有一个果中的 大哥哥叫我们踢球啊 他说今天我们就不踢球啦下雨啦 到我家看电影 我们几个小朋友都一起去啊 我只有八岁啊 我弟弟有六岁 他放电影 那以前那是那个tape 时代嘛 都一样的图片 一样一样 这是国家不一样 对但是我们一群小朋友好几个 他放那个tape 然后中间是不是有个日本人叫梦多 没有 我知道 我那时候还小 没有 他在影片里 我跟我弟弟两个 我只有八岁到六岁 我们就 这做什么 干嘛 还去 一起来了 每个人反应啊 每个人反应啊 而且那 就是这样知道 父母房间 为什么有怪声音啊 就是知道 就是这样啊 原本一直以为闹鬼啦 我们国家有一个传说 说 打说起来 打说起来 打说起来太多会 耳朵龙 也会涂头 对对对对对 这样会变瞎 英国的是会使命的 会使命 就会看不动 看不到 都好好的啊 对啊 我很好耶 从紫衣摄到现在都很好 一新眼镜 所以呢 就是常常照镜子 看头发有没有 你的头发是假的 你看起来就是没有啊 找镜子 然后问同学问朋友 你帮我看一下后面 头发有没有少 你确定吗 后来因为 因为怕耳朵龙啊 我们就忍啊 没让不到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不是怕身体 因为为了身体健康 瑞士家里要有 核弹防空洞 天啊 好夸张啊 瑞士不是中立国吗 为什么需要 很害怕啊 我们政府就是很坚持 这件事情啊 家里一定要盖这个 防空洞 核弹防空洞 长怎样 这是我家的啊 这是门 这是录音室吧 这个 等一下我跟你解释一下 这个门就很厚 这是水泥的啊 要放辐射的啊 那 不一定是说 里面要有粮食啊 如果有战争 要有够的食物啊 还有 化学厕所 那种 还有 床 可以睡觉 很多东西啊 就是 这个是窗户 如果 战争结束了 可以打开 爬上去 哦 窗户 但是 但是 这个地方是来当仓库 这个 你怎么 你怎么托派加四个房间啊 没有 加四个房间 每一家规定一定要有 会有人来检查 呃 是说也会有人 其实没有人检查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 那这个叫什么规定 对啊 就是规定啦 但是 其实不让我们堆东西 但是还是会 会 当仓库 那如果你家 就是我现在弄的一个新房子 就是没有盖这个防空洞 不行不行不行 没办法 会被罚钱吗 盖房子要申请 如果你没有这个 过不了 你就不能改 盖房子 我们每一间家都一定有这个房 真的假的 每一间家 每一层楼都有 甘地 我们家有吗 有 真的 有 哇失败了 也是原本就要配备还是要额外买的 没有是政府外 就是一定会 跟他们一样一定要用 我有一个瑞士朋友 我之前去他的家 我脱鞋子放在一个地方 他就说 不好意思 鞋子要放在哪边 那我就ok 好没关系 那我们坐下来 在椅子上坐下来 我要吃点东西 然后那个椅子 离桌子距离有点远 那我就把桌子拉过来一点 那个人就 不可以移动 那我就 好好 就是好像很多东西 一动它就很不舒服 然后都要放回原位 要不然它 就是 你为什么去别人家 捣乱这样 对啊 我跟你解释 椅子是这样 它有德语区 有发语区 对 德语区的人 还有客家区 就是你家 分山线跟海线 有啊 我们学校也是有德语发语区 问话不同好不好 那个对语区的人 是有洁癖 什么东西要归位 他们最夸张的是什么 他们贴标签啊 就是烧把放哪里 吸尘器 刷子 肥皂 干嘛 还有最夸张的是什么 面包 用尺子去量 好神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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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相信 这个我真的相信 你就是把面包切 要分给大家 然后要用尺量 对 那是德语区 那不是我们 我们是法语区不一样 好 你要不要先吞个血压要 要不要吞 瑞士的妈妈最爱买什么 只要是厨房家店都买 我也好喜欢买厨房家店 超爱的 他们会比较谁家比谁齊全啊 所以我妈妈她有 面包机 冰淇淋机 悠杂机 冰淇淋 豆芽发芽机 冰淇淋 各种交番机 什么机都有 交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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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你讲很快 我没有仔细在听是不是 说鬼啊 交麻机都来了 面包机 冰淇淋机 果干机 豆芽发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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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了 你还要自己弄 你是到底妈妈在那边吗 她听不懂 她妈妈有来 有 妈妈 没有 因为 面包又不好吃 那个东西 我们瑞士买面包很便宜啊 她 油炸机做薯条 薯条也不好吃 她做 她用什么都不好吃啊 那到底妈妈做什么好吃 没有 我不是说她做不好吃 我是说那些机器 做出来的食物都不好吃 有一次我在这里 在厨房煎荷包蛋嘛 我自己捡荷包蛋 她就过来 你怎么不用我那个机器去做 我就想捡个荷包蛋来吃嘛 她就说 那你用我的模具啊 我有模具 你可以做那种 Hello Kitty的荷包蛋 又是 好可爱喔 不要 很烦啊 我没这么多时间啊 我就想 这个要吃东西嘛 所以我给你们看一下 机器真的很多耶 这个是厨房 这个是豆芽翻牙机 所以喜欢吃豆芽嘛 就是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豆芽翻牙机到底是怎样吗 就是 豆芽 放进去嘛 豆芽 它会发芽 对可以吃 她有力气吧 哇 你放在那边 真的 泡水 它不发芽啦 很有热情 它可能比较快发芽 自己有刚刚过一个东西说 瑞士是可能欧洲国家里面 最无聊之一 他们很有钱 可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无聊的国家 所以这会有很多这种 这生活的东西 瑞士真的很适合荷包 真的 这个 我去个X 那你来台湾干吗 好 换个圈 有没有原则啊 瑞士妈妈很喜欢买精油 精油 对 精油很香 各种精油 有一种是结晶的 就是跟盐巴一样 可以在食物上撒 这样 所以 对 可以吃 橄榄油 所以我妈妈她用精油 做饭她会用精油 啊 有一次 是 花雪营的时候 轮到她做饭嘛 给大家吃 做一个布丁 看起来很好吃 她用一个精油 是可以按摩用的 也可以吃的 结果呢 按摩用也可以吃 也可以吃 结果呢 这个东西 这中间有什么误会吗 其实有 吃 吃出来 有一股味道 跟那个 厕所的抽筹器一样 蛤 对 吃 就是 跟厕所抽筹器一样 所以 整一堆 没吃完啊 最好就扔掉 好可惜喔 给大家吃 是不是妈妈拿错 拿成脏脑丸 我家乡在瑞士的 这CIA给你的是吧 不是 不是 这个是 你看 在这里 那 这边是法国 这边是瑞士 我们是在湖边 所以有时候游泳 划船 坐船 游来游去 到法国去了 对 这是真的 对 其实还好不用带针箭 不然游泳就不方便了 会失掉 对 对 因为我们以前在瑞士 也是这样子耶 我们以前瑞士的 星期间 礼拜六早上都会 自动选课嘛 然后就可以选骑马课 可以选其他的课 然后我就选了骑马课 真的吗 所以我们就是每一天 礼拜六的早上 开 我也忘记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不知道什么之内吧 然后我们就做一个 小巴士 然后就一路 要带着护照 然后就去法国骑马 好特别 骑完马再回来 真的 像我妹妹 她去脚踏车去搭网球 因为网球就是在边界的 几百公尺而已 就是在边界后面 她去脚踏车去 有时候 在森林里玩 就 順便尿一泡 尿 什么心态啊 留一些东西在法国 好 做记号 所以是都没有围墙的 你看 没有 根本没有感觉啊 就是 因为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的时候 是旁边很像一个 就是 像电话亭这样 然后里面有个人在那边 就稍微警察一下 在打电话 他没有 现在没有人值班了 现在已经没有人值班了 没有人值班了 所以随便来往 都没有感觉了 出国 跨国没有感觉 那个电话的问题啊 就是很气人啊 有时候我在家里讲电话 就变成法国漫游了 为什么 不太近了 因为我里面就太近了 所以很麻烦啊 每个月要对账 要看 你要来法国住吧 气死人啊 真的 而且续好又不好 又贵 所以续好又不好 所以你到底有什么话 想对妮可说 你说说看 不好说 我就不用手机了 我现在用网络就好了 没有手机了 还有一点是 中瑞士开车 开到法国 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 身上一定要带钱 因为 法国警察 会 偷偷去 真的吗 仓数要跨国罚款啊 如果是被机器照下来的话 一样会寄到家里 罚单 没问题 但是 如果你被拦下来 那就麻烦 你身上没有钱 你又不是居民的话 他有可能 就是不让你把车开回去 对 车压在那 那就很麻烦 就扣车 对啊 扣车 所以有时候 那就你就免费 法国三天两夜游啊 车啊 就是被扣了啊 那很麻烦啊 你想一想 你车子要留在那 你要自己走路回家吗 所以你可以身上有钱 但不需要 你就是当下就给他钱 罚款啊 罚单大概90欧嘛 最少 住在这里的法国人啊 他会坐船到对岸去上班 因为 有翻两到三倍 真的 像我弟弟他是医生啊 在日内瓦的医院啊 护士 都是法国人 真的 对 你今天到底有多少话 要对法国人说话 没有 法国的护士怎么了 因为法国的护士的工作很辛苦 他们的家税也很低 所以现在法国有很多护士的问题 他们会从国外来的 但是 很多日式人他会选择 到法国买房子 因为 房价便宜一半 便宜 便宜一半 所以我有朋友他买很大的房子 就是独栋的 乡下 他有 有游泳池 有花园 开心的表情 好可爱 他就是天天开车 你是不是对社会有很多的不买 没发现了 他好用力 其实瑞士跟法国的关系 是不是有点像美国跟墨西哥一样 对不对 到那边去 然后去制产去度假 他等于是买一个不买 其实瑞士人全都是很多讨厌 瑞士就很看不及其他国家的人 很奇怪 瑞士层时比较早 我有一次做瑞士航空嘛 再回德国 然后那边我旁边有一个瑞士人 现在有很多德国人 他都说 嗯 德国人 然后他就感觉是很敲不起的时候 瑞士就多好多好什么的 因为他们真的很好啊 因为他们真的很好 而且你知道瑞士会这样 是因为他们早期的时候 都是可能二次世界大战 然后最近比较有钱的人 移民到瑞士那边去 因为他们是个和平地方 对 他们没有打仗 文化也保持 所以他们就觉得自己比较高一点 而且我觉得很奇怪的点 就是德国跟瑞士其实很多 靠近德国的部分 其实是 算是同样的民族啦 多讲德文 对 那以前德国有时候很多帝国嘛 瑞士也是 那时候也是一个帝国 那后来 德国就是统一了 变成一个国家 瑞士那时候很强烈地说 我们不要 我们不想参与 你们做你们的 对啊 真的 所以到现在你看他们多聪明 对啊 经济没有被拖垮 经济没有被 你看他变成他自己独立 独树一个嘛 他就没有被拖垮 然后文化才什么都弄得很好 是对的 而且你看他们的 他们的那个经验品 都是那种小小的 但是很贵 一支錶 然后那十几二十万 然后经济就是 他可以带很多支錶回去 然后经济瞬间上来 所以真的从瑞士这个地方 也看得出来 战争对一个国家有多大的伤 对 正讲到瑞士啊 住在最南部的 我们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名字 就是跨国族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走不到五分钟 就可以到意大利的北部 可是我们意大利的价格 比瑞士便宜太多了 所以我有很多瑞士 住在南部的朋友 他们就很爱 来到意大利的北部的 超市来买东西 例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意大利的矿泉水 一个大瓶子 0.8欧 那0.8欧是多少 大概30台币左右 那如果是在瑞士 同一个东西 同一个产品 所以他们就走一走 来到意大利的北部 然后你会看到 很多很多瑞士人 在那边逛超市买东西 这是真的 因为像我之前是去瑞士的时候 他们也是 他们都说他们很喜欢 因为他们真的很临近意大利 因为瑞士所有进口的东西 物价 你看小小一瓶洗髮金 可能就是大概要个三五百块台币 可是台湾其实买一大瓶才一百多块 它的 只要是所有是进口的 在瑞士都非常的贵 所以瑞士人真的超级爱开车 因为他们其实开车到意大利 临近的可能 一个小时以内就到了 很近 真的很近 因为意大利的超市 它你说香料 然后香料的 你能选的物种品种 其实比较多之外 价格真的差很多 像可能瑞士买一瓶红酒的钱 在意大利可以买到两瓶 所以在对他们来说 他们如果当地民生需求 他们真的会去意大利 然后像我很多是台湾过去 瑞士那边念书的朋友 他们每一次就会开去意大利 去大补给一番 然后直接回到瑞士 然后他们就每天晚上这样煮 然后料跟选择也相对的多 非常的多 一瓶可乐 我那个年代在瑞士 超贵 对啊 那你到一大利一半 现在都要一百多 对啊 现在又更贵 没有 平均下来的话是便宜一半 百分之四十六 四十六 我说肚子饿 我喜欢的K-BOB K-BOB就是 很好吃 知道 你就可以上天堂了 可以准备死了 吃完就上天堂 真的 真的 是形容好吃的意思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烤鱼 烤鱼 这个烤鱼 这个要十块钱 十块钱 十块才亏 很贵 所以是要十块 十欧 这个在德国是欧 对 意图里也是 法国五块 而且肉更多 我觉得他会 肉更多 肉更多 他为什么要讲 有客家人的枪出来 对啊 我说这个 五块 五块 一间我仪仗才会讲 这五块钱啊 所以他开个车去那边 什么都半价 真的半价 那很开心啊 而且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 牙齿 牙齿 看牙齿 看牙医 牙齿怎么了 其实因为 主持人的牙齿不好 为什么 因为 是巧克力 真的 因为 因为那个 减保没有包含这个牙医的部分 对 所以 很贵 我们去 法国去看牙齿 看牙齿 四倍 真的 四倍 那你可是你前面讲的都 你觉得你很讨厌法国 没有 这个叫 Love and hate Love and hate 对 这也是 对 我们互相了 那你来到台湾 又又缺点 来到台湾之后有没有发现 台湾更便宜 便宜 便宜 就是喜欢待在这里 对 其实我推荐你们一月份去瑞士比较好 我跟你讲瑞士真的很好 对 因为刚好新年过完了嘛 圣诞节新年都过完了 所以大家都回去上班了嘛 对 所以就山上没有人 不用排队 你讲了这是瑞士的淡季嘛 对 也是我们差不多每次都要回学校的时候 对 就很方便 因为山上没有什么人不用排队 可以一直滑一直滑到累 累了不想滑雪 就喝啤酒欣赏风景 真的很开心 热可可 对 我跟妳讲瑞士滑雪真的太酷了 可是比较贵吧 因为那个 会不会比较贵 可是因为它贵 它贵的道理 因为它瑞士是这样子 像日本啊 它的滑雪场就是单一个滑雪场 比如说尼斯科的滑雪场 就滑雪道这样子 或是辛亚的滑雪场 可是瑞士是这样子 它可以从这一个A滑雪场 你可以买个通票 然后它可以一路滑滑到B滑雪场 到C滑雪场 然后你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吃完饭 再回来 滑回来 然后它的三场 所以这样从瑞士滑出去滑回来 已经瑞芳了 太难了 太难了 你是不是喜欢泥泡 而且你知道它山上都 餐厅都是那种小木屋都很大 所以你可以上去吃那个 瑞士最有名的芝士丝 对 然后要不然你就是可以坐在那边 我们以前都是雪板插着 就在那边喝热可可 然后你一望无际是太漂亮的雪景 那个雪景看起来跟日本又不一样 你去看看吧 讲到瑞士 其实它六月份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 因为那个时间点 刚好你可以看到所谓的 上面是雪 然后下面是春天的一个景色 而且瑞士最自豪的是什么 各式各样的火车 缆车 超漂亮的 景观火车 对 我自己那时候去搭的 你看这个是冰河列车 我跟你讲 它现在那些照片都没修过片 对 它就是这样 真的需要的 你拍出来它就是这样 所以瑞士平常是很贵 但是如果你挑对时间点的话 真的很好 而且买那个SWISS PASS 对 买了以后它有很多的纪念馆 博物馆 也都有折扣 甚至还是免费的 你知道吗 那我自己要介绍大家一个 来到瑞士很少人知道 它是最近才有 有一个地方叫做石丹峰 那我们都知道什么少女峰 这些要搭缆车上去 对不对 那我跟你讲 风景是很漂亮 可是这个缆车更不一样 它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缆车 你仔细看这个缆车 这缆车是敞篷式的 它是整个敞篷的 有没有看到 有 它从下面一路往上的话 对不对 你可以是人站在外面 就不会是关在整个缆车里面 因为有时候 我们之前去那少女峰 都会挤到里面的时候 站在中间的时候 外面长什么样子 什么东西你都看不到 中间哪 感受不到突然间 它那个交接点的时候 你觉得晃了一下 你就觉得好恐怖 对不对 可是在这边 你可以感受到 那个风整个徐徐吹来的感觉 而且那个景色就慢慢 全部都在你的眼下面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 如果你想要抢便宜的话 瑞士的六月份 可以这样的一个玩法 而且风景真的不好 瑞士真的一辈子 一定要去一次 小郑姐组团了 快点 你真的才知道 我上次组过啦 就是暑假的时候 我跟你讲 那个地方 你会发现真的是人间仙境 因为它没有打仗 没有战争过 它是一个和平的国家 所以它所有的古迹文化 然后所有的土质水质保存得最好 所以你去那边你会发现那次真的是 太干净的一个地方了 人间仙境 而且它很多那个小木屋 你远远看过去 不就是跟日本的和长村一模一样吗 对 它只是比较大间一点的那种感觉 是 那个冬天我们山上那个下雪 那简直就是像你在童话故事里面看到 小木屋还有雪 然后旁边有石头砌起来的这个 上面有火车经过还在冒烟这样 你会觉得那一切都太梦幻了 可是瑞士消费真的很高 对 人特别讨厌就是问薪水 我们觉得很不礼貌 如果问人家薪水很不礼貌 像我自己家人 我都不知道他们薪水多少 真的 尤其是女人 因为 因为女人的工资比较低 在瑞士的话 比男人要低大概20% 对 有一次 很搞笑 然后是台湾朋友跟一个瑞士女人 就是吃饭嘛 她突然问她 那你在瑞士薪水多少 那女的就 这样 脸越来越臭 她说 你确定她屁股有那么痒吗 对啊 她就这样 她就这样 我吃饱了 我觉得是吃毒的症状吧 点到 要点到 她脸很臭你知道吗 她 就是越吃越臭 她就说 我吃饱了 我有事 我要先回去 她不自在 她也没有跟那个朋友联络了 因为她就莫名其妙 不高兴啊 因为她很不高兴 所以在瑞士 没有人问这个啊 所以在瑞士 根本没有人问这个 女生不可能赚得比男生多了 不可能 真的 所以这个不能问 其实我觉得 其实薪资在很多地方都不要问 对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不尴尬 尤其是像我们工作 就比较不是一般正常上班族 所以他们抓不到一个概念 可是台湾人很爱问 对 真的 我想问一下 在你们国家的新闻记者 会不会像台湾一样 会一直在公布人家一年 赚多少钱 不可能啦 不可能嘛 你气什么气啊 他到底气了 要不是问 这很不礼貌 你不能问 你赚多少 有吧 这种事情不好说啊 所以刚好他要谈 我说好 要分 好难过 怎么办 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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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最怕女生跟你讲什么 你和前任有联络吗 通常都会说谎说没有 对 你都很年轻 所以你也会说谎说没有 没有 说谎没有用啦 因为上厕所他会看手机啊 好惨真 因为我觉得这个分手不代表 不用不能关心嘛 所以你是跟前任门都会变成好朋友 当然啦 当然啦 要变成好朋友 不是分手就要断关系啦 我觉得这个是不对啦 我就跟他说 其实没什么 到底是哪里断不了 那你可以接受你的女朋友 跟他前男友 不行 那你这样很奇怪耶 那你这样很奇怪耶 为什么不行 完全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因为你知道你的意思 因为我知道男人在想什么 那就是 你自己好不好 他的意思不是你自己好不好 那就是你跟你前任都这样啊 对啊 下一位 瑞士救好男人的标准是 工作稳定爱家 这应该很多人要有什么标准啊 最基本的 对 这个跟台湾的标准是差不多的 对啊 谢谢 那下一个就是说 他还没说完 还没有吗 对对对 但是 还是以前要个子高 要个子高 有稳定的工作 对 要爱家庭 可以帮忙做架式这样 所以个子高也是条件之一啊 对对对 一定是 你一直以来就是个子高很重要 那要多高 一米八以上 一百八以上 一百八以上 对对对对 孟多sorry 我就吃在朋友的角度 你好好只吃就好 不用Cue我 好 好 一定要男人 还有不会到外面教女人 就是可靠 OK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特别是身高 在你们国家身高是列入考量啊 除了孟多以外 因为其实要说瑞士人其实不高啊 不高 瑞士人都不高 所以你高就是比较 比较厉害 可是他好像比你高耶 应该吧 马努可以麻烦一下 有哦 马努她看起来是高脸 马努的脸很高怎么样 对她脸看起来好高啊 脸很高是什么东西 你自己看她的脸是不是比吴子龙高 真的 她的脸是高脸 对 大概有190之类的那里 等一下 俄罗斯也是很高 我们那边有一个说法是说是这样 这个规则 我要走了 这个规则 这是什么 这是你格子高嘛 这个是你下面的 你格子矮 你格子矮就是这样 这个叫L型的 无短必有一场 你的理论是这个啦 就是L型的大法律 那我们来看 新好男人的条件 瑞士 新好男人的条件是 每次都弄这些 最重要是什么 开心 开心 要让女生笑开心 要会逗女生笑 因为我们有一个俗话说 看不懂 就是女人笑 就回到你的床上 女人一笑就上床啊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成语 哪里话一点啊 那意思是说 她如果你可以逗女生开心 她可以接受她 分回就会好一点 对 她们就喜欢幽默感 那Stacy上次笑是什么时候 每天 你干嘛逞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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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 那个能力要很很强 能力 对 那个能力要很强 不然她会到外面去找别人 那就不笑了 哪一个能力 哪一个能力 什么 每一个梦多都打不到 就是这个能力 而且你知道瑞士跟意大利近几年不需要签证 所以意大利人很容易去瑞士 干嘛 就是干嘛 如果去瑞士那瑞士女生就离婚啊 合法打工 我等 我问路人 诶 这个公车在这里吗 说有 好 我等 诶 等不到 看有车过来 诶 不是那一个 一直等 我问路人 那几点啊 几点回来车 她说 你慢慢等吧 我就 好没有安全感啊 就是一直要等车都不知道什么 你天花板破洞都可以过一年了 对啊 都可以一年耶 对啊 所以公车还好啦 对 差不多啦 因为 整个一个小时又怎么样 所以后来你等了多久 没有 就等快半个小时啊 车站来啊 其实我走路会比较快 半个小时算 半个小时算快啦 公车 现在那个公车站牌不是有那种电子 准分钟 现在呢 他说你住在很深山的地方 没有 新竹 新竹 新竹半个小时很正常啊 那你知道新竹 那你知道新竹的国宾饭店跟 跟西莱登 还差很多 差很多 差很多 那就好了 因为我们在瑞士 你迟到就是不礼貌 就是不尊重别人 你觉得人家的时间不重要 是非常不礼貌 所以我们从小就是被养成习惯 不能迟到 从早上起床到教室不能迟到 所以一直有时间的压力 早上刷牙很快 穿衣服很快 吃饭很快 一直从坐车到学校 因为 鎖门 中想了老师就锁门 是啊 锁门 所以老师上课都要带锁 对 那是重点吧 不是 那老师迟到怎么办 把他锁起来 老师不会迟到 老师不会迟到 他不会迟到 因为老师住校 你们的应该也是嘛 他们老师是在教室里面 老师不用跑啊 是学生要跑教室 所以他一直都在那里 他一直都在 我在台湾最开心的地方 就是我这个时间的压力 完全消失掉了 完全没有了 我天天都迟到 所以你现在觉得我去哪裡都迟到 公车等半个小时也正常 也没关系 真的 我去哪里都知道 有时候跟朋友约出去玩 他打电话给我说 你到了没 手机想了 我先紧张 你到了我就开始过去吧 我紧张 我先开窗户 开门 有声音嘛 马路有声音啊 有车身的声音 有风干嘛的 我说 不好意思 我在路上 赶快 其实我还没有出发 我还在家里 我还在家里 真的 我还在家里 我出发的时间比 原来约的时间还要晚 还要晚 真的 有一次去录影 我跟台湾朋友去录影 因为他们想体验就是那种 野外的录影那种生活 因为看那个电视 看那些节目 他们就说 我好想跟你去录影 体验一下 好 我们约好了 到了那边 我看他们车 诶 怎么塞那么多东西 我看 车子里面好多东西 他一个一个的拿出来 冲气床啊 这是高级帐篷啊 餐具 电灯 木毯啊 怎么了 很多一堆东西 你知道吗 所以很多东西 我们平常 真的 因为我们平常录影是什么 就是帐篷越便宜越好 我们录影为什么要委屈自己 我们还是想把气氛搞起来 差很多 不是原来要的那种感觉啊 你不知道 我跟小禅去录影 他车上还除了那个枕头棉被 是不是 那不如就留在家里就好了啦 因为去录影 你应该是可以撞在包包里面走啊 走路走路 好累啦 我想睡觉 你就帐篷放一下 就睡了就行了 没有我们走的是豪华录影行程啊 不是你想想看 在这个大自然吸收这个新鲜的空气 然后吃了自己喜欢 爱吃的食物 然后把气氛搞得很好 不是更开心 然后再睡个舒服的床 很舒服耶 你下次应该要参加是那种什么 攀岩越野那种 没有 因为录影的中间是比较的 所以我们录影股 没有 你那个 没有 你那个是背包客的行程 对 那不是背包客 那就是整整录影啊 不是那么舒服的 他就是要去体验大自然的那个 是啊 吻字啊 干嘛的 本来录影就没那么舒服嘛 所以我们每件事都要进化啊 都要升级啊 我们都要 电脑都会更新的了 我们录影也要更新的 我们要更新的啊 算了 我们还是不要太讲了 对 后来我就不去啊 我就不跟他们去啊 马努她不懂录影啊 对 对 我觉得你们其他国家排队 是要有点距离的吗 这意思也是啊 因为你不能触碰到别人啊 对 你碰到别人很不礼貌 你碰到别人马上要说对不起 服装类的有什么潜规则咧 女士人穿衣服很整齐 对 不能穿拖鞋 不能穿就是背心那种 除非是留狗或是丢垃圾 那瑞士的男生会穿像那种 sandals 你知道凉鞋 会露脚趾或什么的 都 太会 out 你 你有被电到吗 你这种 你这种 那分之一强什么时候装了电极椅 这样 这 这又会被打啊 真的不行 都被打 我们以前连上课 如果学校规定男生都一定要穿 at least polo衣 有领子的 有领子的 这种就不可以就对了 这种T恤是绝对不行 长袖的也不可以 不能穿球鞋 一定要穿皮鞋 对 你们国家有没有一些很奇怪很奇怪的法律 是我没有听过的 特殊法律 自己都觉得奇怪喔 法律是说 晚上九点到早上七点 不能发没有必要的声音 就是你 可是晚上九点到早上七点很常 会发一些不必要的声音啊 会哼哼哼的声音耶 或是在骂小孩啊 就不能大骂小孩 如果你住公寓的话 你离遇洗澡不行 对 洗澡不行 因为它那个派遍的声音 对 冲马桶也不行 冲马桶不行 对 因为 因为我们那个公寓老房子旧 所以有声音啊 根音不好 所以你去 那万一半夜的时候突然间拉肚 对 对 那一瓶要等到早上七点才能冲吗 对 好恶心啊 好恶 瑞神很怕吵 有一次我跟朋友烤肉吃饭嘛 喝一点酒 那我就开始唱歌开心嘛 大概九点半 我没有看到时间 突然那个邻居从上面给我 泼水 泼水 我就 醒了 他就泼水在我身上 九点半 应该啊 太吵啊 应该 应该是他唱的太长 我就很伤心 我觉得我唱歌难道这么难听吗 我就 但这是潜规则 还是说他这个法律 这个是法律 他有什么 警察可以拔钱吗 没有 警察不管 就是你可以投诉到这个管理员 就是这个这栋楼的管理员 大楼的 对对对对对 我们那边没有这种文化 就是说你不能站位 你这东西拿好了以后 找位置 你再来找位置 你不能说你先 这个位置比较好 没有这个站位置的文化 没有 完全没有这种习惯 真的吗 所以我刚来的时候 我就很生气 每一次我就 先我买好东西 我来坐 不好意思 这边又有人 我说没有人 这边有 有包包 我说是这包包 不是人 会不会是因为你 还没有开天眼 真的 我说是包包不是人 我很生气 我说你可能坐在他祖先身上 你都不知道 你没看到他 在意大利这件事情 你直接会把人家的东西 移到别的地方 完全没有人 对 我也会这样过 我有一次啊 在台湾非常不舒服去看机诊 那我那天就是没办法走路 我是这样 挖人的方式 爬到机诊室那里去看 那个护士小姐叫我先挂号 先付挂号费 那我 我没办法说话 我也没办法走啊 然后他问我 你怎么一个人过来啊 你没有朋友陪你一起吗 我就 我就给保险卡 这样 因为我们 我觉得奇怪 因为日识是没有 没有不用挂号 没有缴费台 也没有挂号费 没有这个东西 医院是没有钱 没有缴钱的 没有人 就爬进去就好了 对 然后长半天 没有收费的地方 对 就爬进去就有医生把你这样走吗 因为 他会寄到家里啊 你的费用都会寄到家里 那结果呢 很多就是怪人去看病 像我弟弟他是医生嘛 他在那个 急诊室工作 有一天有一个男的 他尿不出来 他尿不出来 他很急啊 很痛 膀胱 他尿不出来 他去看病 我弟弟帮他找个X光 然后结果一看X光 他就发现他的小弟弟里面有一个螺丝 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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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干嘛的他 还有屁股里头也有一个灰魂针 屁股也有灰魂针 对 他跟病人说 诶 先生 这个怎么回事 那个人说 哦 对 我忘记了 忘记了 如果没有螺丝他就掉了 你有什么朋友呢 对 我就知道我应该把这个螺丝拿掉 因为 我们那边就是 我们每个月付保险费嘛 保险费每月付医疗费 对 医疗费他会累积计算嘛 然后你如果超过一个基本的预额 是保险公司来出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出钱 哦 所以在一个基本的预额之下 你自己付钱 超过就是保险公司来出 所以你什么怪病都可以去看 一天内两次进肌诊 哇 真的很厉害 因为我喜欢去机车嘛 重型的那种 我早上又装到车 头 装别人车了 头装烂了 所以我现在头不是很好 对 原来如此 真的 所以要减两 要减两 好 那我去机车 但是我要迟说你要休息啊 干嘛干嘛偷 又打到啦之类 好 好 那我晚上又出去玩了 这一次我不骑车嘛 因为我车子坏掉了嘛 所以我坐后面 坐别人的车后面 又摔车了 哇 超衰的 我就摔车了 我的腿 被压在那个摩托车跟水泥 那个 被擦这样 擦到腿烧伤了 擦到肩骨头 痛得要命 痛到 痛到没办法呼吸 喘不过气 一直叫 然后 最丢怜的是什么 早上的警察 跟晚上的警察 是同一个 而且你又超好认的 她过来看 她说 又是你 满路吗 我说 是 她就 她说 很严重 她就笑 她一边笑一边可怜我 因为她确实很痛 后来去医院了 因为腿烧伤了 医生说 你不能走路 干嘛 干嘛 要一个月 我就不听话 我就 晚上又去骑车 还骑 这样还可以骑 第三 没有骑 不骑车了 第三又出去玩了 你好扯喔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可能是 头被撞到了 真的 头坏掉了 对 后来 因为腐烂掉了 那个 变绿色 又臭 绿色 对 要去治疗 她用刀子 刀片 这样 好了 下一个 差不多了 很痛 她等一下要帮你清疮 没有 还没完 因为那护士 很邪恶 那护士 她在刮 她慢慢刮这样 好像我受洗一样 我很痛 痛得要命 然后我 第二天我再去 然后医生说 抱歉 要再刮一次 我就 她在清疮了 我很怕 我很怕 医生说你怎么了 我说那很痛 她说那个有埋药 可以打埋药啊 不会痛 我说真的吗 那昨天怎么不打 昨天护士没给我打 她医生说 医生说 对不起 这什么人呢 她说对不起 没有 我不知道 那护士很这样 她说 还说什么 那护士说 这有一些男人 这不是男人 她说 她就慌 一边说有些人 不耐痛 她说有一些男人 不是男人 不耐痛 麻醉 很坏 我忘不掉 在那里 她很死 你看 我会来找你的 我觉得是那个护士看到她 以为她已经打了麻醉 真的 瑞士的科学压力 一半一半 因为 一直到大学很轻松 大学非常难 跟法国差不多 第一年是50%的成功率 但是高中的很轻松很轻松 我们考试前一天 就是还在打球 还在踢球 啊 我记得最好玩的是 边考试边喝酒 有一次啊 同学她是带了 你把它称之为好玩 同学带了一桶啤酒啊 她就放在这个桌子下面 一桶啊 然后我们都在旁边啊 她就一边卸考试 同学就帮我们倒 她这样 这样我们一边写一边喝 这样 然后等到交考卷 我们都这样 写好了 这样给老师 老师不会怎样 老师没发现 他就一直 瑞士呢 瑞士 交通状况问题多 什么意思 对对对 这个很麻烦很麻烦 因为我们那边大学没有宿舍 高中也没有宿舍 反正学校都没有宿舍 要坐假里就是 坐公车到学校 像我 我是住乡下 所以要坐好久 可能一个多小时 然后一个小时可能一班车 两班车 有时候 你没干上车的话就很麻烦 要打边车这样 遇到下学 下学就更麻烦 因为下学那个很塞 路况不好 有一次罢工 罢工一个礼拜都没有去上学 因为没有车 我第一次去健福寨 我被骗了 两杯架前 嘟嘟车 我还保了 那个车三天 然后那个司机 天天对我很礼貌 就微笑 馬路先生 你好 今天要娶哪里 那我 昨晚星辰 我还请他喝酒 每一天 结果 对啊 真的 然后他喝醉了 然后还开车 载他回去 结果 我才知道 我是被骗了 就是 算我 两杯的价钱 难怪他那么开心 对啊 我知道 我就非常生气 就是上一次 我带我弟弟妹妹去北京 看故宫 就是故宫很漂亮 那时候认很多 夏天 然后下午 一转眼 弟弟不见了 弟弟 他不会说中文 他没办法自己回到宾馆 他没有手机 对 所以 那你这样 他真的就不见了耶 他什么都没有 结果我到处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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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去找 然后结果 会在杯子下面 对 对 对 其实他也在找我们啊 所以我们两边都在找 互相在找 所以他现在在故宫当警卫 是不是 没有 就是 结果根本没完好 因为很紧张 我很担心他 找了他一笑 晚上就是 天快要黑的时候 在大门口才找到的 你看本来要来玩的 变得说整个上午都在找人 你找我我找你 对 所以你老婆又怎么了 没有很好啊 没有很好 没有很好 我们就两个人还会走掉 不会了啦 走掉 走掉不会了啦 对啊 有时候真的 旅伴他跑掉 他可能去看别的地方 也没讲 那个真的会吓死人 对 两位吃货 因为马努也是很会吃东西的 我会 爱吃美食 我承认 瑞 那我想问你一个 瑞士最好吃的美食是什么 不好说 美食太多了 太多了 我来介绍我主角 是 那这头猪 是我家里羊的猪 只是你家羊的猪 你什么鬼 不是 所以你是副霸王本人喔 对啊 你们就好好介绍搞笑干嘛 不是 是宠物 是我宠物叫Bobby 你的宠物 对 那你怎么舍得 所以你今天介绍 所以就摘了他 你怎么会去吃到 你怎么会去吃到这一家的 因为这家其实很 在圈内很有名耶 大牌长龙 听说在长春CM附近 CM 是 是大牌长龙 那我过来说 那我过一下 这个 其他主角不一样 因为他一点都不腻 一点都不腻 真的 真的一点都不腻 而且 你吃了就好像 只容你口 对 我觉得好像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不好意思 他刚刚在称赞我吗 对 OK 所以这两家 就是一放到口中 整个就化开了 对 因为很嫩 然后骨肉分离 骨肉分离 所以很软很嫩 是 而且有这个香气啊 就是吃得 好香啊 主要是比较咸 因为外国人喜欢吃咸的嘛 是 味道比较重 那你们会加面线吃吗 也是一绝 你们会加面线吃吗 你们敢吃吗 我们那边吃是怎么吃的 就是煮汤 主角煮汤 有啦 瑞希友是 白色的汤啦 对白色 比较白色 没有用酱油上的 其实有点像我们煮的那个 花生猪脚汤 对 白色的 所以它白色它比较 比较淡 比较没有那个香气 对 这三位 那猪脚真的很厉害 是 它猪脚除了入口即化出来 你知道它猪脚有一些筋 有没有 就像牛筋一样是有嚼筋 然后最后在你嘴巴里面化开 所以是基本上是三种口感 全部在这里面 猪肉的那个油脂就是它的水分 然后里面的筋就是Q度的口感 跟那个肉的香气 一丝一丝的好好吃 而且听说这两个是不同部位 这个部位很常卖完耶 对 对 不用屁股头的那一个 屁股头 屁股头 屠山 怎么了 你干嘛突然叫人家本名啊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两个都很好吃耶 我默默刚不小心 一下子他还没接受到 你要选啊 那你不能说两个都好吃 两个都不一样好不好 为什么 不一样 两个口感不同 比如说猪脚它就是 那个卤得非常的软嫩 对 但是你知道吗 那个肌肉它虽然是嫩嫩度 但它还是还有一点嚼劲 所以我觉得两个的口感不同 那加上其实两个的味道 其实都算是比较有咸味的 这两个真的都很难选 对 我觉得很难选 不过如果我认识外国人 他我还是觉得他会选花雕体 是 因为很 有些外国人我觉得 他搞不然会不敢吃猪脚 食材 因为看到比如说 有时候我们会有蹄的部分 有可能 他们会怕 看到那个蹄吓吓死了 我推荐 羊肉炉 OK 羊肉炉 羊肉炉 它是个吃货 羊肉炉 老外一定喜欢的 真的吗 对对对 真的因为它味道又咸 有脓 真的 肉炉得很烂 就是不用搅半天 我就说马龙是客家人的吧 对 客家人都吃特闲的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哦 按下铃铛 让你及时收看最新影片 欢迎看我们这些精彩的内容 赶快点选这些影片哦